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个八字案例 继续套用这个命令报告的模板 今天在最后部分对这个命令报告的模板进行了一下升级 增加了几个内容,在最后面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命主的八字排班信息 姓名、姓别、阳临生日、阴丽生日 年龄是31岁,属相是属马 年龄那阴,是路旁土 交运年份,是逢尾数带七的年份换运 下面是一个能量分析 鬼水日元,月令、未图、不得令 天干得势,抵制通分得地 八字能量,从圆面局看是一个均衡的状态 结合大运流年分析,以偏强来论 所以说就是基因销比较能量帮深 习菜观沙,刻一些耗自身能量 既用五行为金和水 习用五行为木活土 姓名建议 建议它取习用五行为木的网名 或者说是义名 以增加财运的机会 因为它圆面局中没有木 木的能量是很弱的 增加它财运的机会 时商星财运的机会 下面是称谷算命 四两六前 中午平雨 故周行水离沙滩 离乡出外找过家 是非口舌皆无碍 婚姻合配子为妨 这是一个基本信息 下面继续 这是一个民主的特点分析 小男孩性格好交往 不较之为人随和 收留我钱就留不下 有钱就花了 比较安逸 经济充沛 乐观热情 放荡不羁 情绪不太稳定 心心宽垢 机制灵敏 为人操劳 喜欢照顾他人 只顾低头干活 很少抬头看天 这些就是从它的三元命 还有生肖 还有一个日作的特点 还有一个失神 缺少的失神 还有比较多的失神 因为它的失神是没有 是很弱的 所以说这些特点 下面是一些神杀的特点 太极 贵人 好奇宝宝 相信组织命理 综艺哲学 这些科目 因为有降星 独立行 就是执行力强 特立独行 因为有一马 一生多走动 天以贵人 天出贵人 一生自带 命中自带贵人 一生多贵人帮助 遇难成乡 风云滑机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特点 分析 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下一页呢 是从格局方面进行分析 它的笔节能量是比较旺的 上面添干两个鬼水 下面是一个结材 结合呢 低质藏干中 可以看到 还有一些硬的一个格局方面的特点 综合来写一下 大概有这些特点 意志力坚强 重情忠义 朋友很多 但是知己不多 以自我为中心 特立独行 固执己见 独断专行 有这些特点 我就不一意念了 大家自己对照 下面是一个脾气的分析 日做正才 正才来说 是一个好脾气 正义正观正才 都是一个好的脾气 心和力强 温和善良 也有好人主义 没有结局对利意识 有爱心 好脾气 对应的呢 就是说 他人比较 心比较软 任劳任怨 工作不调非减受 有这些特点呢 就对应的 在钱财 或者说是福利方面呢 容易受到别人的 一个欺负吧 就给他一个建议 就是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 不受他人侵害 要注意 怎么说呢 有一本书叫 不要让不好意思害了你 就是 给他这么一个建议 保护好自己的利益 下面是一个夫妻感情分析 夫妻公 四伙 为喜用 金和水的流年 能得到爱人家族的帮助 夫妻星为七杀 也是为喜用 观察星是喜用 提升自身能量 可获得婚姻的幸福 因为他的 自身能量是结合大运流年 是会变化的 所以说 建议他提升自身能量 也获得婚姻的幸福 他自己是喜欢那种 身材高大 气质温润 谈吐不俗的男人类型 这是从 年之 这个生肖这个地方看 数码的 有这些特点 就是喜欢这些特点 婚姻的一配属相 有虎 羊 狗 婚姻的鸡配属相 有鼠 猪 牛 这也是从 五火这个地方来看的 代孕流年 逢猪年 猴年 虎年 遇到昏灾 注意防范 这个是从 夫妻宫 日支这个地方看 这个地支呢 和其他地支 有没有形成不害的 一个关系 进行分析 得出这个结果 下面是一个贵人分析 年助贵人 耿心风马虎 日助贵人 人鬼蛇吐藏 真贵人属相 为马蛇兔 因为虎呢 有一个福气宫 还有日支 都有一个害的关系 破核的关系 所以说把虎的属相 给他进行了排除 与上面这些属相的人 交流合作 可以对他起到 一个帮助的作用 遇到问题 寻求帮助 也可以对他 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下面是一个行业分析 这里也做了一个优化 就是这句话 就是根据命主的 八字能量分析 一选择客协号 自己五行的行业 一选择五行为 木火土的行业 木火土的行业 是他的喜用 选择这几个行业 另外他圆命居中 比天能量是很旺的 对于这类人 就是以从事 与人合作的工作 比如说中介 销售 等这些中间 撮合的工作 这是给他的一个建议 这一条是 比以往来说 是新家的一条 好 下面继续 是一个健康分析 圆命居来看 水旺木若 应该是注意肝胆 蜜尿系统疾病 2022年是虎年 虎年呢 就是人水 劫财帮身 下面呢 是银木和汗水 另外就是行相行 私生相行 就是银私相行 死年呢 就是不易过多 劳心操累 操心劳累 行事多加小心 以防意外 伤灾的发生 这是健康方面的 一个分析 下面是一个 财运分析 看一下圆命局中 财星 财星是正财 偏财都有 财星比较旺 说明它带有 财富的信息 食伤星 就是暗藏 在地质藏杆里边 这也代表 它命局中 缺少稳定的 赚钱手段 2022年 同样的是 人水 笔节帮身 银木 和汗水 行日之四火 和命主 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代表此年财运健好 劳碌生财 商官生财 商财就 商官就相比 师生来说 是一个劳碌生财的 一个状态 这是它的一个 财运的信息分析 2021年大运流年分析 2021年行正印大运 流年偏印 消沉 此年一见不一动 物贪物战 只一固守 否则破财上身 下面流年七杀 此年就是 灰心意冷 凡事持重 何其行事 2021年 流月分析 到现在为止 2021年 实际上两个月了 就这两个月 进行一个分析 耿子月 这下子 这个月呢 印的能量是非常强 印深深 所以说这个月 得长辈领导 关照增多 同时呢 子武相冲 子武相害 注意与长辈领导的 沟通方式 以免产生抽吐 防范 同时小人 背后使坏 因为生 生住自己多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也会觉得 这个人好麻烦 什么事都要管 包括自己的父母 长辈在那也是 下面到腊月 新丑月 新丑月 萧神的能量 是非常旺的 代表工作上面呢 有一些麻烦事情 需要处理 同时呢 也代表工作上 有新的想法 这个月呢 得贵人朋友帮助 事业上面 有新的机遇 事业方面 寻求新的机遇 因为有七杀 所以说本月 注意身体上面的保养 注意肠胃脾胃系统的疾变 这是今年两个月的 留月分析 下面到了2022年的 大运留年分析 同样行 正观大运 此年 留年是劫财 留年机遇见好 要谨慎行事 仗义守信 下面是留年是商官 此年十分美景 才以名扬 防萤火烧身 陷入险境 总体来说是 比较好的一个运势吧 下面进入到2022年的 留月分析预测 一月是人音乐 劫财 商官 工作努力 就是商官的意思 因为商官就是工作努力 正观 工作知识 工作上管理知识增多 商官 生财 忙忙碌碌 劳碌生财 本月财运增加 同时呢 有劫财 代表花费有所增加 进入到2月份 比捷帮山 石神 这个月呢 就是自信心增强 注意保持低调 行事多顾及他人感受 这也是符合我们日常 人们一个共同的特征吧 自己比较旺的时候 自信比较强的时候 往往就 有一些自负的感觉 特别提醒他 行事多顾及他人感受 另外呢 因为有石神 这个月呢 有吃喝玩意的机会增多 有这些娱乐的项目 比较增多 今天的三月 甲晨月 山关月 山关见关 山关呢 也代表这个月工作努力 管理知识增多 下面有石神 有笔尖 代表有吃喝玩意的机会增多 这个月呢 因为有一个四丑相合 所以说本月可能有 结识异性的朋友的机会 另外来说 陈是一个水库 陈是一个水库 所以说收日主入库 入库 本月呢 才干不易发挥 有一种受限的感觉 这个月就是 应该是掏花养晦 以待时机 四月份进入到 以四月 石神 正财 正观正印 财观印 本月财运渐长 工作轻松 有吃喝玩意的机会 工作上有新的收获 工作上有新的收获 学习上有新的进展 财和官和印 就代表 学习还有工作 这个月呢 加强了福气功的能量 本个月在情感上 会有新的进展 进入到五月 零五月 本月财运增加 注意看好自己的钱包 小心破费知识 本月应该注意身体方面 容易上火 注意流行观察 小心头部系统的疾病 及时防范 因为这个五火呢 五五自行 五呢又在头部 又是七杀 所以说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 饼和大运的人呢 结财和正财 之间有一个 这么个关系 所以说注意 可能会有破财知识发生 进入到六月 定位一月 本月呢 偏财运是比较旺的 上下都有偏财的 一个信息 身体方面呢 应该注意筋骨方面 后腰 系统疾病 另外呢 日主 也是一个 顶鬼冲的关系 所以说特别注意防范 这个月呢 在工作方面 机会会有所增多 进财相对轻松 是这么一个状态 进入到下半年 雾身月 雾身月是一个雾鬼 相和 然后死神相和 这个月有机会 接受新的异性朋友 要好好把握对待 工作上有新的机会 轻松尽财 这个核的信息 就代表 比较 对于强感来说 是比较有利的 进入到四有六月 击杀的能量增强 这个月应该是注意 感受一下消化系统 健康问题 有问题及时防范 及时注意 工作上呢 因为有消神 有新的思路 进而带来新的财运机会 四手相和 这个月应该说是有生之加薪的机会 注意把握 进入到耿户月 耿虚月 印 关 消神 还有财运 本个月应该是注意 容易与人发生政治冲突 本月不易过度关注财运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虚为火库 火库呢 就是收火入库 所以说对财运来说是不利的 本月以静下心来 好好提升自己 一定有所收获 印的能量是比较旺的 印有代表学习方面 所以说应该专注于学习方面 财方面的话 就暂时不用太多关注 今日到十月份 辛亥流月 消神 解财 山关 本月工作方面会有新的想法 做事也很努力 这个月呢 工作上也是有变动的迹象 或者说是花费有所增加 因为这个害水呢 害害自行是一个 劫财的信息 劫财也与工作相关 一般来说工作变动啊 或者说是工作丢失 也是劫财这个信息 上下同根 所以说这个劫财的能量是非常大 所以说是工作方面有变动的迹象 花费有所增加 潜感方面呢 腹肌功 四字害相冲 腹肌功受冲了 需要谨慎对待 如果说是腹肌感情方面呢 建议不要冲动 冬月 就是十一月 人子月 劫财 笔尖 这个月同样是劫财的能量 是上下同根 然后能量是非常大 工作有调整变动的迹象 花费也是有所增加 这个月呢 贵人朋友帮助增多 这么多相同五行的人来帮助自己 注意 因为有一个子物相冲 子威相害 同样的注意与父母长辈之间的关系 保持低调 以免发生口角 进入到腊月 鬼丑月 本月是 丑 又是一个库的信息 丑是金库 收印 入库 收印入库 对事业方面 不利发展 移境不移动 另外呢 鬼水 日主是 日主的相同的一个五行 天干 自身能量加强 同样的增加了七杀的一个能量 这个月呢 应该是注意胸部系统已发生病痛的产生 应该提前防范 丑和胃 都是七杀的能量 好 这是命主的一个流年分析 分析到结尾 最后呢 是给他一个写计建议 同样呢 是这里做了一下改动 根据命主的八字的大运能量分析 它的习用五行为 木 活 土 选择对应的颜色 选择对应的数字 到自己使用的方位去发展 都可以对他起了一个帮助的作用 好 这一页呢 还是我目前在学习练习的一个方向 就是它的发展方向的一个建议 我从网上找了一些资料 自己目前也在做一些测试 这个内容呢 供大家参考 仅供参考吧 仅供参考 好 最后一页 这是我新加的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呢 就是 两个作用吧 一个是 一个是 如果说客户已经给客户算过了 然后他可以给我交流 然后我可以提高我的预测的准确率 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说他以后再预测的时候呢 我可以再给他预测 增加我这么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 这是我总结的几句话 意见文化不大精深 我愿意与你共同成长 为你人生保驾护航 下面是 一个收款码的二维码 如果说客户见到这里呢 他应该会有一个提示 最后一页 也是一个小的重点 增加了一个类似于一个小常识吧 表面上看是一个小常识 实际上是提醒客户付费的一个界面 算命三不看 算命三不说 算命三不收 算命三必收 如果说正常人一看 正常人看到的话 应该会 自己会有所启发 下面是一句话 学习笔胸 致命改运 致命调运 好 这个案例呢 就分享了这 下面最后几页呢 是我的一些 个人拓展的一方面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